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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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无想定 修无想定跟佛法不相关 佛法里面讲的禅定里头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定中它有境界 直观是佛家修行总纲理 总原则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直观 我们念佛法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直观 你看看念佛堂常常提示大家 放下放下万元 提起佛法门 提起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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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观 由此可知 直观就是禅定 念佛哪里不是修禅呢 世尊在大吉经里面告诉我们 念佛这个法门是无上深妙禅呢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没有禅定就决定不能够开智慧 那我们知道念佛法门确实是无上深妙禅 你还起心动念想去学禅 想去做禅 就错了 你已经在修无上深妙禅了 而是你不懂得了 不知道自己所修法门的书身 凡于这个名称 翻成直观 也翻成定会 定就是直 会也就是观 又翻成定的书身 又翻作吉照 这个意思一说呢 注意就明白了 吉是直 照是观 又翻作明禅 明是观 禅是直 所以直 有停止的意思 有止息的意思 那么在十善业道里面 止息 时悟 提起 是善 这是观 啊 齐心 动念 都是时善 古得有所谓啊 动念 则万善相随啊 直径 则一念不生 这是直观功夫 到家了 万善相随 万善的根 就是十善业道 万卧之根 就是十善业 所以师尊讲这部经 从初学 一直到如来果地 无量无边的法门 像我们前面读过的 六度 四师 这个三十七道品 现在我们讲到直观 如何落实呢 都在 十善业道 离开十善业道 所有一切佛法 都落空了 从最基础的上来说 敬业三福 头一条 如果没有十善 没有十善业 孝亲 尊师 慈心 不杀 全都落空 这个是讲到 基础的基础 敬业三福 如果我们对于 这个十善 十悟要不懂得 你从哪里修 天天造业 那就像 地藏经上 所说的 严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我无不是罪 为什么呢 都与十卧相应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里面 冷藏没有了 我们常常听说 儿女杀害父母 父母杀害儿女 兄弟互相参杀 常常听到 这种四季 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这个不是人的社会 人 是懂得 道理的 什么是道呢 人与人的关系是道 中国人讲的 五 五 达道 达是通达了 五种通达 达道 就是五人 夫人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人与人的关系 你懂得 这个关系 你就得 经义务 义务是付出的 没有条件 父慈 子孝 胸游 地公 义务 应尽的义务 社会 才有秩序 如同四季 春夏秋冬 中国人 常讲的 二十四个节气 有条不紊 星球在太空当中 运转 它有秩序 它要没有 有秩序 那不就乱了 互相 撞碰 不就全都毁灭了 有秩序 由此可止 什么叫做道 道就是秩序 这个秩序是天然的 绝不是人为 十善业 常道 根本的大道 人体 有三成圣人 共同遵循的大道 违背这个大道 就必定堕落 这个一定道理 堕落 就是三我道 落在三我道里面 他后悔了 他后悔了 三我道里头 有觉悟的 知道错了 改过自信 佛菩萨大慈大悲 三我道众生 也不学习 所以 地狱 莫鬼 出身 都有诸佛菩萨 在里面 教化 可是我们要晓得 这佛在经常常说的 悟到众生 由于业障太重 修行 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没有人天 这么便利 他们想回头 可是不容易 但是诸佛菩萨 慈悲到极处 不舍众生 依旧是帮他忙 帮他小严障 诸位在地藏经上 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怎么帮助他呢 头一个就是帮助他 恢复人生 脱离三土 但是 他得人生 他又迷惑了 隔了时间不久 他又回到三我道去 得人生 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永远不做三我道 这个事情就太难了 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 我们的习气 为什么这么重 三我道来的 这个习气 如果不改 死了以后又回去了 就像地藏菩萨所说 好不容易帮助你 到了人道 怎么没几天 怎么你又回来了 人间岁月好像是很长 诸位要知道 落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 所以假如从落鬼道 恢复到人生了 就算你回一半岁 死了之后又回到落鬼道 落鬼道也看到 哎呀你去的没几天嘛 怎么就回来了 这里都时差很大了 那地狱道的时差就更大了 往年 李炳南老居士 对大专学生 介绍佛法 他编了个教材 叫佛修盖要十四讲 这里面有讲到地狱道 地狱道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年 就算你活了一百岁 再回到地狱 哎呀你去的猜猜 还不到一个钟点 你怎么就回来了 难啊 所以山徒确实是难离开 佛在经上举的比喻 投出投没 这个比喻 很值得万位 只要在六道 山徒是老家 到山上到了 好比出来旅游 时间都很短暂 立刻就要回去 所以在这个 卧道里的投没 沉到水底下去了 投出 偶尔撑出头来 呼一口新鲜空气 叫投出 佛用这些 形容六道里头的真相 所以总说 可怜您的 六道众生都可怜您的 那我们看看六道的 习习多重 还在追求 五欲六成的享受 还在追求 财神明是睡 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但是这个观念 由来已久了 无量皆熏息而成的 佛苦口婆心 叫我们止住 这些思想 是错误的思想 这些看法 是错误的看法 物质生活 过得太富裕了 不想离开 佛法教学的 终极目标 历苦得乐 佛为什么 倡道苦心 叫我们历苦得乐吗 为什么佛要修苦心 为什么赞叹修苦心 佛讲的历苦得乐 不是六道仁天之乐 我们搞清楚 佛讲的历苦得乐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乐 是华藏世界的乐 不但不是六道 连舍法界都不是 如果我们贪念六道的乐 贪念舍法界的乐 你就永远不能正得一真法界 那真乐 那个乐不会退转的 不会变直的 六道里面的乐 非常容易变直 叫乐基森碑 你看昨天下午 我们解答问题 有个同学问 结婚还不到两年 夫妻天天吵架了 你在刚结婚的时候 不是落吗 落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悲就来了 两年还算是长的了 有些结婚的时候 两三个月就闹起来了 这些事情 我们仔细观察 人就会觉悟 知道这个东西 夜云 云云增毁 事苦 绝定不是落 那么佛说 阿罗汉真的是小果 那小落 脱离六道轮回了 死圣法界了 称他是小果 天台大师 称他做相似 是相似之路 不是真路 真路一定要超越 事发界 所以 佛赞叹苦行 就有道理 苦行 实在讲 让我们对于 三徒六道 没有留念 如果我们遇到的 语言殊胜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一生才可能有成就 如果你心心念念 不舍弃 六道里面 这个 无欲之路 你就不可能 往生 这一生 大好机缘 必定错过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 直观 这个能力 贪图一切 受用的 这个念头 要止住 事出世间 一切法 要看清楚 我出修佛的时候 当家大使 叫我看破 放下 看破是关 放下是止 我问 向他请教 入福门 最善巧的方法 他告诉我 这两句话 看得破 放得下 还 是直观 因为他要 我出修佛 他要讲直观 我听不懂 他换一个话 说 看破放下 我能听得懂 看破是要 看 仔细观察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的最重要的 看这个因果 因果就摆在面前 你能看出来 什么样的因 接什么样的果报 从果报 看到 他的 阴性 从阴性 你能看出 果报 你就清楚 统统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当然放下 哪有放不下的道理 放不下 还是没有看清楚 这个道理 要懂啊 这两条 意思 非常非常的广 贯穿 全部的佛法 他是佛法修行的 总纲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